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 Lim 欢迎收看美洲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两天 暂时事也了解新闻英文单词 那下个礼拜6月3号会暂停更新一次 在英文影片的过程中 我会教各位英文单词的记忆方法 英文句子的长句阅读技巧 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会直接帮各位把全部的单词整理出来 再来我会一边讲中文一边带出英文 让各位更加的了解上下文的一个应用 最后一个部分是这部影片的精华 我会进入文章里面逐字逐句的讲解 欢迎跟各位从我第一部分看到第三个部分 相信对英文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本周两篇第一篇是美日印澳的 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新闻来源BBC 那第二篇是Readers 那个路透社的佛斗破散多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篇 这篇新闻来源BBC Qua Summit The China Factor at the Heart of the Meeting 这个美日印澳四方对话 那搭配讲义效果加倍 我有讲义 这个欢迎各位去下载连结放在底下 那新闻重点单词读一下 首先第一篇是四班高峰会谈 这个是Qua的 各位Qua的这个单词就是四 四的意思 Summit Summit这个单词是高峰 那这个单词是非常好记一个单词 你只要记他有这个M很像3的那个感觉 有没有M 那Summit 那地理政治学 这个单词也是地缘政治 那个是Geopolitics Geopolitics 各位这个Geo这个单词就是地理的意思 那接下来是组成 它是四个国家组成的 这个是Compose Compose 那入侵 Invasion Invasion 那这名字就是那个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事件 那第一次好像是在华盛顿 那就是四方会谈 这个是第四次 那第一次在华盛顿 前两次都是线上的 虚拟的 这个是Virtual Virtual 那这个单词Virtual 其实就是说像现在各位 这个很多像学校都是线上上课 Virtual Class 那这个就是虚拟的课程线上 那这个单词其实非常的有趣 它为什么又会有虚拟的 又会有实质的这个意思 你会觉得实质的跟虚拟的 这两个好像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单词 这个我稍后影片稍后会讲解 那下面这个画底线 这个是强调 就是强调underscore 各位score这个单词是分数 那under就是在底下 这个东西在底下就有分数 你有画线underscore强调 那这个单词复原书型 这个叫revive 各位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单词 那个宏达电htc 它不是有出一款那个眼镜 就是vive这个 那各位这个vive本身 其实就是跟生命有点关系 比如说这个单词 vivid 这个vivid这个单词是生动的 许许如生的 所以vive 那revive is again 所以再让它有生命 复原书型 那下面这个推动这个双边关系 彼此各个国家的双边关系 双边关系这个叫bilateral ,bilateral ties 各位 ties这个单词是关系 bilateral 各位bi是数字二 所以bicycle beginning 数字二 bilateral 就是双边的关系 好,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是推动促进刺激 有什么关联让这个刺激 让这个四方会谈 会谈起来 那这个是impetus impetus 各位这个单词不常见 就是多念几遍 impetus 那承认政客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单词 它主要就是说 美国知道 美国承认 现在那个印度 其实非常仰赖俄罗斯 各位其实你知道 以那个乌俄战争 俄乌战争来讲 一般来说 大家都是支持自由民主的乌克兰这边为主 那我们一般来说都会把俄罗斯想象 就是把它塑造成是一个攻击别人的一个敌人 一个很就是一个坏蛋 这种感觉 那各位其实在目前这一场 这是战争里面 很多国家当然都有表态 那是表态支持乌克兰 各位很特别 印度 如果没有错的话 印度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去谴责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印度非常仰赖 这等一下我们文章会看到 印度非常仰赖俄罗斯的武器 好 这样了解 那美国也知道这一块 所以知道 承认 认可 各位这单词非常好记 前面有个knowledge 对不对 knowledge这个单词是知识 ac就是去 有这个知识你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叫acknowledge acknowledge ok 那重度依赖 印度是重度依赖俄罗斯的防卫性武器 heavy dependence heavy dependence 好 那下面这个单词趋一致 那这场四方会谈 当然就是要把彼此国家之间的 就是利害关系 把它汇整在一起 这个叫convergence convergence 好 那坚定的国感的 这个assertive 那这边单词他是用在那个中国大陆 他就是说中国大陆目前在这个海域 边境冲突上他是比较assertive 这个单词的意思有一点类似像砖断独行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对于自己太过于有自信 自信到他认为他可以去采别人的红线 类似像这样assertive 那区域地区这个叫region region 好 那下面在这个 这边遇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单词是争议 争议这个叫dispute dispute 各位他这个单词是蛮好记的 就是this this这个单词就是没有嘛 他有放下去 那put put不是放吗 就是你把它放下去 这个东西本来不是你的 这块地不是你的 结果你在上面放的东西 就产生争议了 dispute 那这个海域 这个叫maritime maritime 就是海域 就是海洋的那个争议 那下面这个 他这个指的是跟印度的一个边境冲突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 这去年吧 对不对 这个中国大陆跟印度 有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边境冲突 land boundary 各位这个D-A-R-Y A可以把它省略dry 所以boundary这样子 那冲突是conflict conflict这样子 好 那边界分界线 这个叫boundary这样 那加强 加强 那这边又指到了是那个澳洲 这个澳洲 美日印澳嘛 澳洲 那澳洲现在对中国大陆 当然也不是很满意 因为等一下会讲到 在澳洲的右上角 有个叫所罗门 这个所罗门群岛 然后那个中国大陆 四月的事情 他可以把军舰停靠在那边 最近才刚签的 签了一个安全公约 security pact pact pact这个单字就是有公约 那强化 这个叫strengthen strengthen 各位strengthen这个单字非常好记 你仔细看里面有什么字在里面 我能不能挡住 挡住了 strong 我写下去 strong 强 对不对 你仔细看这个单字 仔细看 长得很像 strengthen strong OK 好了 那接下来背景解说的重点单字 那四方会谈领袖 在东京 目前在东京 那这场会谈被描述于 是最近最重要的会议 描述 这个叫describe describe 这个描述 describe 那这场会议会影响地缘政治 以及印太地区的一个安全 那影响的英文 这个叫affect affect 那地缘政治 各位地缘政治意思是说 这块地到底是谁的 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geopolitics 以及印太地区 那后来没有错的话 现在美国好像都不叫亚太 他是用地理位置来做分别 不是用国家 用地理 所以印太地区 Indo-Pacific Pacific这个是太平洋 那region这个单字是区域 OK 那Pacific这个单字是太平洋 有个单字叫percifier 知道这个单字也是 就是让你稳定下来 平静下来的东西 各位奶嘴 OK Pacific percifier 没有想到太平洋 教你记奶嘴这个单字 好来 那这个由日本 美国 印度 澳洲 美日印澳组成的团体 组成compose compose 其实各位 pose不是摆姿势吗 COM 就大家一起来 你就想拍照 对不对 相机在拍照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摆姿势 对不对 就是这边拍照 然后很多人在这边摆姿势 那这些人 就是有compose的一个概念 好 下面 他说这四个国家 目前似乎逐渐走出新冠肺炎的阴影了 我们现在在中间 快要结束了 希望好像还有一两个月 不过总是已经 就是太阳已经在那边看到了 来逐渐走出 走出英文叫emerge from 各位emerge 这个单词是浮现的意思 浮现 那emerge from 就是从哪里出现 就是走出什么阴影 emerge from 那新冠肺炎疫情 这个叫pandemic 这是蛮重要的一个单词 pandemic 那阴影叫shadow shadow OK 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走出了新冠肺炎的阴影 第二慢慢的走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阴影 就是泰式可能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了 to some degree 在某种程度上 to some degree 那入侵invasion invasion OK 那这些强权领袖是第四次奔面 那强权领袖top leaders 各位为什么叫强权领袖 因为是这样 印度跟日本的军事排名 其实都很前面 连澳洲也相当的前面 日本的话好像是第五吧 对不对 全世界军事排名好像不知道第五还是第六 那最近这个四方会谈 又拉拢了这个韩国进来 那韩国好像是世界排名 好像也不知道是第五还是第六 那印度的话好像也是在前十名 懂的意思吧 就是那澳洲好像是好像20的样子 第四次碰面gather gather 这个单词好记 就together 但是拼法不太一样 ok 一次在华盛顿两次是线上 那virtual virtual 这个单词等一下我会讲 为什么它有线上又有实质的意思 那这强调了第四次的重要性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各位underscore 我也记得就是画底线 就是它有强调的意思 那重要性叫个叫importance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强调重要 那说在2017年 这个四方会谈 还是一个概念 各位我们现在是2022 2017 2017是个概念 18 19 20 21 在四年里面就开了四场会议 那concept concept 那各位这个概念谁提出了 各位知道 来我们来看 那时的美国总统川普 为什么会有这个会议 因为要抵制谁 各位知道了 那时的then then us president 总统 那时的 重振的这个团体 试图要将中国围堵在中国的自家后院 那重振 这个叫revive 各位这是重振 revive revive the group 把这个团体重振起来 那试图尝试要in a bid to 各位bid 就是试着要去做什么事情 那in a bid to 就是试图 那围堵 把这个中国呢 把它围堵在in its own backyard 就是我以为自己要围堵 不要让它视力扩张 好 那分析指出四方会谈国家 这个在过去几年 这四个国家 其实美日印澳 这个彼此都对中国的关系 持续的下滑中 每一个国家 你知道美日印澳 你这样想你就知道 每一个国家都跟中国 目前来讲都有一些过节存在 那关系 by lateral times 就是 日本跟大陆 然后美国跟大陆 印度跟大陆 澳洲跟大陆 by lateral times 是两个国家 彼此 那持续下滑 steady 稳定的 steady decline 这个单字是下滑的意思 那美国一认识到 印度重度依赖 进口俄罗斯防卫武器 acknowledge 认识到 acknowledge 重度依赖 heavy dependence heavy dependence 防卫武器 defense 各位defense 这个单字防卫 import 进口 它重度依赖这件事情 怎么样 这件事情美国不能够视而不见 太过依赖了 overlook overlook 因此四方会谈 着重于整合彼此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 convergence 这个呢 convergence 这是整合 把它整合起来 那彼此关注的 互相的一个重点 mutual mutual就是互相的 mutual point 就是重点 这也没有问题 mutual point 那中国就是最大的一个焦点 那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专段独行 日益增加 那地区叫region region 那日益增加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creasingly就是增加的 一直往上 assertive 这个单字 这个有教各位记过 它是有屁股 再加上er er是人 就是屁股 人对自己屁股很有自信的人 assertive assertive 就是它可以把它衍生成为过度自信 assertive ok 好 下一句 包含跟多个国家的海域争议 那marathon dispute 这个单字相当重要的一个单字 好 以及跟印度的边境冲突 land boundary conflict comfit 这单字是冲突 那land是土地 boundary就是那个 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的那一条线 boundary 其实这个单字很老记 其实你仔细看boundary 对不对 前面boundary boundary bound 而且中文字比较难看 boundary bound在一起的那一条线 那北京加强投资于这个强化 就是投资于海军战力 投资 invest 那强化 strengthen strengthen 海军军力 这个叫navy ok 那以及近日跟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公约 各位那个4月的事情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4月 新闻费好像没有起 我们4月这个新闻好像没有 不知道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还是怎么样 就是4月有签订 跟所罗门群岛有签订这个安全公约 security pact security pact 这个单字是公约 那问题就是说 可为什么签订这个公约对澳洲是如坐针毡 各位仔细看 所罗门群岛在这边 那巴布纽纪尼亚在这里 那各位知道阿尤维 澳洲在这里 澳洲在这边 仔细看 这个好像是距离2000公里 很近 懂意思吗 所罗门群岛在这里 那台湾在这边 菲律宾在这边 那各位你知道 中国大陆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把那个军舰停在这里 知道 那这边快速讲一下 所罗门群岛可以要求 中国派遣警察 武装警察 军事人 其他人把 人员和军队 进驻在所罗门群岛上 那让中国船只可以反复所罗门群岛 实行后勤补给 停靠和转运 哇 一签下去不得了 这些都让澳洲感到恐惧 当然 stock fear stock 各位stock这个单字 有煽动 煽风点火 就是这样 stock 跟你讲 stock fear 恐惧这样整个煽动起来 好 那由澳洲政府所证实的外流协议的草案 那agreement 这个是协议 agreement 各位这个就agree agree不就是同意吗 那leak 这个单字是外流 泄露的意思 之前不是有一个危机解密 叫什么 wikileak 草案 这叫draft 这单字有那个草稿的意思 草稿 draft 那中国军舰被允许 可以 停靠于所罗门群岛的船 那军舰叫worship 战争的船 worship 那允许这个叫permit permit 那停靠于船屋 船屋 船屋的英文叫duck 哇 那个军舰等于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停在那边 不成的航空母舰 好来长句解说 单字计法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首先先看一下标题 quassummit 四方高峰会 the china factor at the heart of the meeting 中国的factor factor这个单字是因素 大陆的因素at the heart 在核心 哈是心脏 Andy heart 就核心 是这场会议的一个核心 整句蛮长的一个句子 Leaders of the quad nations are meeting in Tokyo on Tuesday in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s in recent years that will affect the geopolitics and secu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OK 来那这边各位我们来断句 那这边有几个in as in that 各位这个是这样 它是有介细词 跟that 原则上我们都可以把它做一个断句 断句的意思是说 我们读到前面 各位就一个单位 懂意思吗 一个断句前面一个单位 我们一起看 好来 那断句 那我们就先看第一个部分 Leaders of the quad nations are meeting in Tokyo on Tuesday 那 这边没有问题 就是领袖 那 quad 四方会谈 四方国家的领袖 正在碰面 在东京 在东间碰面 在星期二 那我录影时间是星期五 他们现在好像还在那边 好像是啊 好接着往下 in what can be described in what can what 就是这件事情 可以被 逼动词加上ed 中文翻译就是有被的意思 这件事情可以被 describe 是描述 顺便补充一下单字 subscribe 这个单字是订阅的意思 这样可以 那各位是这样 这边有个印 各位不要太过纠结 这里有个文法概念在里面 为什么会有个印 跑到前面来 这里有个形容词指句的文法概念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先不要太过纠结在这个印 到底是哪里来的 懂意思吗 不然你就会 就是太过咬文厥字的一点 各位看懂比较重要 你只要懂了就好了 what 是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可以被描述为 来继续往后看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 被描述为是最重要的一场会议 可以 再往后看 in recent years 在最近这几年 that will affect the geopolitics 在最近这几年 这一个事情 可会影响这个地缘政治 懂意思吗 that 这件事情 这个会议 会影响到这个地缘政治 往后看 以及什么呢 地缘政治还有什么 security是安全 region是地区 所以secu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就是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 OK 所以整句 我看一下 整句 各位整句我再念一次 各位你就 我念过去 让你试着理解一下 刚刚我补充的断句方法 那还有单字 我看有没有印象 好来 Leaders of the quad nations are meeting in Tokyo on Tuesday in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s in recent years that will affect the geopolitics and secu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OK 跳太快 好来 那下一句 the group composed of Japan the US Australia and India seems to be emerging from the shadow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o some degree from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s well 那各位这边有几个部分 就是这个是一个标点符法 标点符法也可以协助我们做一个断句 所以就是断句的前面我们一起看 好来 来切断 首先先看一下第一个断句的前面 compose 这个是组成 那补充一下单字 前面加上一个D 没有 D就是下去 本来是组合在一起 这些组合就分解掉了 俯化 分解 各位这个蛮重要的一个环境单字 现在我们不是都强调ESG吗 什么永续发展 对不对 那 decompose 就是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用的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丢掉的时候是可以被分解 decomposeable 可以被分解掉 好来 the group 这个团体有什么组成 compose of 日本 美国 澳洲 以及印度 四个国家 好那一看后面 斗点前面 来接下来就换这边我们要一起看了 Emerge 出现 Emerge from 有什么什么走出 shadow 阴影 pandemic 疫情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 他说 似乎 Emerge from 走出了这个阴影 什么阴影 新冠肺炎的阴影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他们在开会好像都没有在戴口罩 就是说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然后口罩都可以不用戴 很期待这一天吧 哇这个两年新冠肺炎2019年到现在 很期待这一天 好来来 来斗点后面 to some degree from Russian's invasion of Ukraine as well to some degree 在某种程度上 invasion 是入侵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也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as well 这个单字是也 也走 慢慢的走出来了 好 the top leaders are gathering for the fourth time they have already met once in Washington last September and twice virtually in less than two years 各位不知道 我看得出来 各位我先把这句讲解一下 那各位有看到这边有两个 一个这个标点符号 那标点符号 其实也可以协助我们做一个断句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 各位我还留着在这边 所以这边我们前面这边我们先看 那gather 这个是聚集 together 就一起了 所以这些顶级的 顶尖的 就是领袖 就是领袖 那正在聚集 for the fourth time 已经四次了 已经聚集第四次了 好 they have already met once in Washington last September and twice virtually 他们已经碰面 有一次是在华盛顿 是在去年九月 去年九月已经在华盛顿碰面过了 两次是在线上开会的 ok 那virtually 是虚拟的 virtual 是实质上的虚拟的 这个单字我讲解一下 我记得在这边 对了 virtual 这个单字 是实质上的虚拟 各位 为什么两个字会有关联性 我们看一下它的英文解释 almost a particular thing or quality 几乎已经要到达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已经快到了 所以各位这个实质上是什么意思呢 已经快要到了 但是还没有到 已经快要到了 那所以各位就是 几乎接近某种现象 事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实际的状况 各位你知道了 为什么电脑虚拟出来的也跟现实非常的 各位你懂那个概念吗 各位这是第一个非常接近实际 我们中文翻译要什么 实质上的 各位实质上中文有一个感觉就是 实质上就是说你已经快到了 但是你还没有到 他是实质上的班长 他并不能够叫做班长 但是他已经可以叫做班长 各位懂那个概念 这有点文字游戏 实质上我们中文 有时候会感觉好像是就是已经到了吗 真实不过不对 实质上的意思是已经快要到了 来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你想想看 为什么他还有虚拟上的 那个意思是说 电脑模拟出来的感觉 已经跟真实环境非常像 但是还不是 懂意思吧 这个概念 所以Virtual为什么有实质上的 又有虚拟的 原来是几乎快要到的感觉 好来ok 下面话就要来 in less than two years 再短短不到两年之内 就碰面四次 你看那么多紧张 哇 这巧克力真重 好 来 the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quad which was largely just a concept until 2017 那这边which 各位这个是连接词 通常各位原则上一个概念 如果说前面有名词 名词加上which 各位你要知道通常是形容词来的 各位原则上学英文你要知道 英文的形容词很不好搞 出现的位置很多 然后这些位置都跟我们中文的概念是不一样 所以它不好搞 好来 那各位我这边我用黄色的表示这个形容词 那句子短 所以我就不切断了 所以underscore 是化重点 化是是 concept是概念 largly是大多 所以说这个就是强调了这个重要性 四方会谈的重要性 各位两年内不到两年内就举办了四次 各位它重要不重要 它超级重要 不然它没事 这个四方领袖干嘛一直不断的碰面 那这个四方会谈 在直到2017年 大体上来说还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那一年 当时的 th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vive the group in a bid to check on China in its own backyards then 那时的 revive 苏醒复原 in a bid 为了backyard 后院 那就是说 在那一年 当时的美国总统 川普 重组了这个团体 为了要take on China 把中国大陆 call在他自己的后院那边 okay back on its own yard backyard 2017年的时候 but an analyst 这个单词 你念错了 不好意思啊 analyst analyst but analysts say the steady decline in each quad nation's bilateral ties with China in the past few years appears to have given a new impetus 这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有介细词 这边有什么东东呢 这边有个介细词 又看到quitch 这介细词原则上我们都先把它做一个断句的一个动作 把它断句 好 那记得介细词 其实各位原则上后面也是加形容词 它通常都是在做补充说明用 了解 好 那这边就是我用介细词这个黄色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补充说明 就是黄色 那各位你就会发现我先把它删掉 那你会发现真正的主词出现在这边 我用上一面这一句好了 真正的主词出现在这里 steady decline 这个是主词 好 appears to 这是动词 好 那这边我把它删掉 我们先把形容词的部分把它删掉 先解释真正的主词跟动词 那这边单字多 analyst 分析家 steady 稳定 decline 是降低 appear to impetus 就是刺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 他说 专家 分析家 就说 说什么呢 稳定的下滑 什么叫稳定下滑 就是持续下滑 就是说这件事情 持续下滑这件事 是似乎给了这个四方会谈新的impetus 一个新的刺激 让这四个国家愿意继续开会 没事国家跟国家之间 没事不会这样一直开会 当然都有利害关系才会这样子 这样可以稳定的下滑这件事情 给了四方会谈新的刺激 好 那接下来 黄色的部分 这边我讲解一下appear to have 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文法概念 appear to 是似乎 那你有注意到为什么 他后面会加上have加上pp 各位这个是完成式 懂意思吗 have加上pp 这个是完成式 那接下来各位 你要去理解就是说 为什么 各位为什么 to后面会加上完成式 诶怪了 to后面不是都加圆形动词 为什么他会加完成式 各位是这样 表示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之前就发生 各位你想想看 to后面一定会加圆形动词 那你就想看他要如何表达以前呢 to后面无论如何都会加圆形动词 对不对 很简单 他用to后面加上完成式 表达之前就发生 好我就点到这边 原则上不影响 我个人觉得不影响你对阅读的理解 你只要知道 给他一个新的那个刺激 这样子就好了 OK 好来 那接下来我们把 steady decline的补充 把它还原回去 就是黄色线这边 好来哦 这个稳定的下滑 是在哪里呢 各位硬开始补充 什么呢 在哪里 在每一个四方会谈的国家 你看这个国家的关系 bilateral ties 双边的关系 跟谁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在最近这几年 Ears 忘记用黄色 懂意思吧 在最近过去这几年 这些国家跟大陆的关系的稳定下滑 各位 英文在阅读 其实 有的时候顺序会跟我们在阅读中文的时候不一样 还是跟各位强调 我们中文比较像是这样线性的 英文有的时候是读到一半 然后后面这边要开始回来补充 懂意思吧 所以那个顺序的感觉是不一样 好来 The US has acknowledged that India's heavy dependence on Russia for its defensive force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好 那这边有个介系词 然后各位在这边有黄色的部分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又有for 好 这个部分我们先把它删掉 为什么删掉 各位 因为真正的主词是在这个字 重度依赖 这是真正的主词 好 重度依赖这件事情 不能够被overlook 所以overlook是忽视 重度依赖 好来那整句我还原 acknowledge是承认 dependence 这个是依赖 所以美国也承认 他也认知到 印度重度依赖这件事情 重度依赖这件事情 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好来 接下来开始还原黄色的部分 来 那重度依赖在哪里 在俄罗斯的重度依赖 来 什么东西for就是为了什么 他的俄罗斯的 各位一直是代名词 各位记得代名词 代替的都是最靠近的 所以最靠近的是哪一个字 俄罗斯 所以一直指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武器的进口 OK 可以啊 就是俄罗斯的武器的进口 重度依赖这件事情 美国不能够忽视 好 so the quad 大图有focus on mutual point of convergence and China is the biggest of this 所以 neutral 互相的convergence 是会合聚焦 所以 四方会谈会 就是着重在 互相的利害关系 point 是点 互相的点上 convergence 汇合 好不好 我们彼此的重点来 我们把它汇整一下 convergence 汇合 那con就是一起的 and China 那这全部的汇合集合起來 中国大陆就是最大的 每一个国家都跟中国大陆 要处理一些问题 好 下一句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 the region with ongoing maritime disputes with several countries based on a land boundary conflict with India 好 那这个是一个逗点 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今天是星期五 昨天 应该是昨天礼拜四 或者是礼拜三 各位你知道中国大陆 他们不是四方会谈 各位注意哦 现在拜登美国总统拜登 他还在那个东京那边 那你知道中国大陆因为 你知道这四方会谈的主角 就是彼此就是要讨论 你想想看嘛 你想想看 四个人在那边讨论 我们要如何打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就在旁边 对不对 就是中国大陆 你们在日本讨论如何打大陆 那大陆在旁边 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做出了什么事情 他派出了那个轰炸机 就是那个战略型武器的轰炸机 那飞到好像应该是有飞到日本的防空海域 就是那个什么IDZ 有飞到那边 各位 他跟谁一起飞 跟俄罗斯一起飞 哇 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似乎是选择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懂意思吧 那除了飞到日本还有飞到谁呢 韩国 为什么是日本跟韩国 各位你知道因为韩国这一次也跟美国越走越近 那当然中国大陆就是就表达他的不满这样子 OK 那那这边有个斗点 那斗点后面我们做一下断句 那后面我们就先不看 assertive 坚决主张的自信 过度自信的 那increasingly 不断增加region 就是区域 所以中国大陆变得增加 那越来越有自信在这个地区就是专断独行的意思 这太有自信 听不进别人的话 assertive 有点负面的含义 assertive 这个单词 with ongoing maritime dispute with several countries and land boundary conflict with India 好来 那这边有个end 我们先把后面先删掉 那ongoing 就持续的maritime 海运的航海的 dispute 是纠纷 所以持续的海洋的纠纷 跟许多的国家 彼此 尤其是在南海 南海那边盖 那个岛 弄个岛出来 以及什么呢 a land boundary conflict with India boundary 边界 complete 冲突 还有领土的边境冲突 跟印度 OK 好 下一句 Beijing is investing heavily in strengthening its navy and its recent security pact with the Solomon Islands has tough fears in Australia 好 那这边有个end 那这边有个end 那后面原则上是这个连接词 所以我们就先断句 前面看 invest 投资 strengthen 强化 记得跟strengthen navy 海军 所以北京投资 就是重度投资 在强化它的海军军事上 各位应该是去年跟前年 哇 大中国大陆的海军军舰 像是下饺子一样 哇 一直扩增扩增扩增这样 好 再来 and its recent security pact with the Solomon Islands has tough fears in Australia invest 这个投资 好 各位这边有个end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后面这边 我就看白色这边 对了 好 我知道 这边 那这边有个with 从这边到这边 各位你有看到这个是介系词 由介系词带领出来的 又在做补充说明 在补充说明前面的安全公约 所以真正的主词 是这个字 我用上面这句来讲 真正的主词是security pact 是这个字 然后动词是什么呢 这个 懂意思吗 各位他的长相是这样 我画给各位看 主词 动词 然后中间有一个 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在补充前面的主词 英文常常会这样子 OK 读读几次你就熟了 OK 好来 那那个security 安全 pact 是契约 stop是激起山洞 所以 最近的安全合约 好来哦 这个安全合约是跟谁的安全合约 是 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合约 这件事情呢 stop fears 就是煽动了一个恐惧 在澳洲煽动了恐惧哦 好 A leak draft of the agreement which was verifi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aying Chinese world ships would be permitted to dock on the islands and that Beijing could send security forces to assist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喜欢看那个星期大战 他都是这样讲 first order OKOK 好来来来 那这边有那个 有那个断句符号 那个 那个叫做 dash 一个横杆 那 那这个标点符号 我们可以做个断句 好 那这边就先删掉了 那这些删掉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删呢 and that 就是介细词 毫无悬念 所以后面也可以删掉 那大概整个句子的核心重点概念就剩下这边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单字多 leak 这是泄漏 draft 这是草案 agreement 协议 worship 战舰 permit 允许 靠案 一个外流的草案 那这个草案后面补充说明 什么样外流草案呢 of the agreement 协议的草案 外流协议的草案 好这样可以了解 你会发现英文就是 你会发现倒着看的 好主持动词 主持是草案 动词是说 说什么呢 大陆的军舰 可以被允许 would be permitted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的动词是用到would 这叫应该 所以他其实可能签订了吧 还不是很确定 各位这个新闻来源是BBC 那BBC 各位你知道他是英国相当知名的一个媒体 他用到would 表示他也是觉得可能可以 would be permitted 所以应该可以被允许去停靠在这个岛屿上 还没有停靠过不晓得 所以他用到would这个单字 好黄色是开始还原的 verify是证实 所以which was 这个草案呢 是被证实 这有个逼动词 批批 这个是被 被证实 被谁证实 被澳洲政府证实 好 那接下来 and that Beijing 那这样子呢 那这样子呢 北京就可以送security forces 我没有单字啊 有咧 这个北京可以送security force 安全部队 assist 是协助 然后那个maintain是维持 order 这个单字是秩序 order 那这个北京呢 可以送安全部队去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谁的社会秩序啊各位 谁的 所罗门群岛的还是中国大陆的 ok 懂啊 好来 整句我们就把它念过去吧 a league draft of the agreement which was verifi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ay Chinese worship would be permitted to duck a mark on the islands and that Beijing could send security forces to assist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好 那以上就是 这个第一篇 那同老家印各位还有第二篇 那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各位的收看 那记得我们下个礼拜那个端午节 我休息了 那我们就下下礼拜见 I will see you guys two weeks from now 拜拜